尊敬的魏老师,下午好,还有张宏师姐,海带师姐,还有两位师姐师兄,下午好,还有长征学的家人们好,我认为上来挺紧张的,因为我特别特别感恩魏老师给了我一双爱心的手,因为我随时随地的去做,特别,我就说一个最特别的, 八月份有没有看到一个杯子去会场的居围英,就唱那个青藏高原的,看到了吧,它是特别特别的严重,因为它是脊椎的最底的那个尾骨,就是等于是周骨神经,它这一块的是随和脱落,只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手术, 因为它那个糖尿病嘛,住院住了一个多月,血糖时钟就下来,这也是一个缘分嘛,那六月份呢,它还在住院的时候, 我妹妹去学,到三中起来,妹妹说的,你看人家有一个就是好像技无力的都行了,咱们八月份一定给它,到会场让它学习, 真的给我们坚定心心,当时到会场,它对象是背着它上会场来的,当时晚上开完穴以后呢,它觉得有点挺舒服的,但是转天呢,它就起不来了, 这一宿疼的,它也简直是,它就想,就死的那种决心都有,后来,我说你赶快上会场来呀,它说我且不来了,我且不来一个且, 最后到宾馆借了个轮椅,它对象推它来,轮椅它也做不了,因为它做不了,这几个月就在床了,连吃饭都啪,是不是,最后,反正我们就给它弄到会场来了,它就啪到那儿, 师兄师姐,还有开学师,轮流给它调,但是呢,给它调的这种情况下,它的反应特别强大,这八点,还是疼,就是疼, 回来我就说,我的老师也讲了,你疼就是一个好转的反应,我说恭喜你啊,因为我们已经快三十年的关系了, 就当它是一个小妹妹,回来,我说你要坚持,等到第三天,别不来了,我说你别不来呀,还给来, 他说我都,确实轮椅也做不了了,没法来的,太疼了,我太疼也给来,第三天又,又,又,又是, 师兄师姐们,还有开学师,又接着给它调,它的反应特别特别强大, 最后,第四天,贝老师还亲自给它调,我说你看你多幸福,连老师都不调,都希望你好, 他自己也特别感动,最后,学完了以后呢,在车上,我们也一直给它调, 回到家,哎呦,他又,转天问他怎么样啊,他说这一宿还是睡不着觉,还是疼, 我说你疼,你一定要坚持,哎呦,他就后悔,早日我不去了, 因为我说你疼是好转的反应,你一定要坚持, 我和我妹妹也就有时间就去给他调,还有,有的别的那个师兄师姐有时间, 我们也给他调,最后,我们给他调了一个多月以后嘛, 他能,这始终的一个多月,他就能陆陆续续下地走了, 能走了,能走,能坐一会儿,能坐20分钟啊,半小时啊, 最后一个多月以后,跟我们去寺院, 当然寺院他也还帮我们干活,切切菜啊,但是时间不算太长了, 反正就,哎呦,连师傅都说,哎呦,你这个, 那个,就说没事,你这麻烦是没有, 回来,我们又去白狼山,白狼山就像咱们这个山口这个, 也是这样上,他一直,我说你别上了, 他怕他要不行了,他说没事,我跟你们一块儿上, 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,将近两个半小时了, 他还没事,最后我说咱不上了,再下来吧, 他就是一点一点的恢复的, 现在也能到调整站,也坐着义工, 上个月内还能开车了, 所以他自己也是,房仁就说,你看看我, 现在怎么样,反正也是口口相传吧, 人家问他,你这整个,怎么好了, 做手术了,他说我没做手术, 我就是,他们常常学,我也学常常学, 没事,我自己也给调, 他说我老公也给我调, 所以呢,咱们做什么事, 就通过这个事,咱们一定要坚持, 所以,坚持这就是一个见证奇迹, 是不是, 咱们学的道题话呢, 更得要坚持,把手伸出去, 咱也要学葳老师这种精神, 坚持二十多年, 为咱受学, 是不是, 我就说到最后,感谢大家。